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几天我们的记者侯真马就走进了一对迈克夫妻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六月的老君庙镇到处都显得冷冷清清 镇长孙应选告诉我们 每年的这几个月村民们几乎都在外打拼 到这个四月底就回来 所以我们全这里就是单靠这种这个农机收入啊 达到这个六个多亿 你想这个修备门事部啊 像这种在我们镇 可以说全国都是比较 是一个特色很罕见 汝南县老君庙镇是全国文明的农机服务产业专业化镇 仅仅一个镇就有各类大型农用收割机六千多台 迈克一万五千多人 每年从南到北搞卖收 是这里的村民们最主要的谋生方式 晚上八点半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回老家检修机器的卖客 李伟夫妇 您在外面跑了多少天了 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了 对 都没回过家是吧 没有 老家不是调话要走回来 对对对 五月初随着小麦成熟期的到来 李伟夫妇就赶到了湖北 打响了今年卖收的第一强 眼下正是自己老家河南小麦丰收的季节 刚好收割机的履带断了 他们便赶了回来 晚上十点 收割机终于修好了 夫妻俩回到了镇上的家 李伟还得和同伴商量第二天的行程 过来这样 往那个学团方向走 这是夫妻俩一个月以来第一次回家 他们希望晚上能睡个好觉 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 多割些地 多挣点钱 早上五点 李伟和妻子就起床了 二十三天 就是 还是今天晚上 昨天晚上睡得好一点 但是 还是这个情况 早上必须早一点起床 晚上再晚 早起来五点钟都要起床 尽管十分的疲惫 但夫妻俩还是一大早就起来 赶在出门前把这段时间换下来的脏衣服清洗了一下 来不及等衣服晾干 孙爱卿就把衣服装起来准备出发了 今天的雾很大 李伟不敢开得太快 三个小时后 他们才到达了正阳县原寨乡 刚一进村 一个村里的年轻人就特别热情地招呼着他们 路上耽搁了些时间 李伟显得有些着急 就在他下地收卖的时候 孙爱卿开始用卫星测量仪 丈量着卖地的面积 这家农户自爆的土地面积是七亩 但孙爱卿量的则是七亩四分 农户软磨硬泡 希望孙爱卿能把那四分地的钱抹掉 最后还是孙爱卿做出了让步 拿到收来的钱 孙爱卿每一张都检查得很仔细 他说以前时常会收到假钱 这样一天的辛苦就打了水漂 过了一会儿 刚才张罗他们进村干活的年轻人小张 走了过来 和孙爱卿攀谈起来 刚才他们说走的时候不扔那一千块钱是咋回事的 不要了你要说提钱了我就不来了 不是不是 现在忙的时候不提钱活都干不完 你要再提钱我就不过来了 不是不是钱 他们说一会儿就提午饭 我说我不提钱 你挣得多了的 你赶紧我 就几个就几个 不赶紧的 原来李伟夫妻俩的同伴昨天就把小张家的二十亩地给割了 没收钱 算是作为小张介绍他们进村干活的好处 但此刻孙爱卿听来听去 小张的意思似乎还想从中间再收取一些好处费 孙爱卿没敢答应 下午两点多 正是他们干的筋疲力尽的时候 小张家送来了些午饭 这让夫妻俩很是感动 平时午饭咋吃啊 那就是今天还算不错是吧 今天还算不错是吧 今天还算不错 您这脖子里耳朵里也都没洗干净啊 洗也没动 灯压又开始一样 如果洗干净都洗干净 不行 因为天气太热 李伟只吃了两小碗面条 就急忙起来干活 也不歇会啊 下午小张又带着李伟夫妻俩 转站到村西头的大片麦地里干活 在凉地的时候 村里的农户又和孙爱卿发生了分歧 农户们辛苦了一年 精打细算 但像孙爱卿这样的麦克 干的也是辛苦活 也想为自己多争取一些利益 最后这场分歧 还是以孙爱卿少收20块钱收场 这块地的旁边 还有一块三亩多的麦地 是小张亲戚家的 夫妻俩正想一股作气地干完 但是一个更大的麻烦来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不给钱 为啥 吃了他的饭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吃了一顿面条 居然要花200元钱 顶着大太阳跑了大半天的孙爱卿 觉得很无奈 也觉得很委屈 独自在一边 默默地流着眼泪 看着还在埋头苦干 尚不知情的丈夫 她心里 说不出的难受 从来隔了二多么的 还没做多少钱 再也不给钱 车子吸引不住 又脏又累了 是吧 时间这么大 晚上十点 李伟和同伴们陆续收工 这一天 夫妻俩一共搁了不到70亩地 总共收入2800元钱 其中有将近七亩 是小张亲戚家的地 最后都没给钱 我说来给你拉 我说是吧 啥子 我说买来套钱 你再叫我能拿的钱 你说买不套钱 肯定没有 你给他找活 不是那一个 他说的是 收我的卖 家伙收我的卖 收我的卖 就不然 他说来 他欠你的地 就是说便宜点 有贵点 没有送不给钱 李伟夫妇说 这样讨价还价 蛮横无礼的事情 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但是 现在生意不好做 他们又是在异乡干活 很多时候 能忍就忍了 李伟拿着地图 盘算着明天 到底该去哪 小张和亲戚们 还在盘算着 从他们这里 再多要一些提成 三个月 十二百多 我们的 你提上 你怎么弄 那你不了 我找我 一目的提五 一目的提五 我跟着 你做个 肯定不找你 乱着 接着老 要 他就走得好 吃点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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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对方做好的晚饭 李伟夫妇担心 还是一场鸿门宴 不敢再吃 看到这样 农户们开始拦着车 不让他们走 你划的啥的 吃你一顿 卖一千多块 也来还不中 还拦着车 还要钱 咱让政府费的 你不说 我也得说 双方开始争吵起来 小张的亲戚 跑到最前面的车面前 拦着不让走 坚持要四百元钱的生活费 你看我 你也是 这网上现在做 白的那个东西 叫买肉 不不不不 不是吃 而是买肉 一直僵持了一个多小时 李伟夫妻俩为了稀释宁人 最终还是每辆车 套了一百元钱 拿到三百元钱 小张的这几位亲戚 才终于放他们离开 深夜十二点 李伟夫妻俩和同伴们 还没有吃晚饭 他们一路开到正阳县城 找了个地方吃饭 刚才发生的事情 让每个人心里都很难受 肯定生气 在这 在这我碰到的多了 太多了 全我隔壁都有 辛苦不少 你还要积极摸云 还要少有 也是无奈 没有一点办法 孙雅清什么也没吃 一天的疲惫和生气 让他什么都吃不下 今晚 他们睡觉的地方 就是这个路边大楼的走廊下面 在外面干活 为了看车 更为了省钱 他们通常都是睡在马路边上 您是在外面睡 都是找这门廊底下是吧 都是 小人 不下鱼 下鱼的话 要找 下鱼 你要好些 一到下的鱼 都是 下温呢 都在蒙了 我说下大了 把这个油 我一摘都过来 早上五点起床 晚上十点收工 李伟夫妇辛辛苦苦的干了一整天 割了六十多亩地麦子 但是其中六七亩地都没有收到钱 这一天 他们收到了两千八百块钱 最后还不得不再掏出三百元 才顺利的离开正阳县原寨乡 难怪有句话说 说麦克们有三怕 一怕闹纠纷 二怕机器坏 三怕坏天气 明天李伟夫妇又会去哪里呢 又会遇到怎样的麻烦呢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走进麦克的生活 欢迎回来 麦克们干的都是抢时间的活 必须要跟随着丰收的脚步 马不停蹄的一个地方 接着一个地方连续的作业 因此他们过着一种游民式的生活 为了省钱 同时也是为了收割机的安全 他们并不会进雨馆住宿 加油站 公路边通常都是他们的栖身之地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吃苦受累都不怕 最怕的就是没活干 赚不到钱 早上五点 匆匆在加油站旁边洗漱完毕 李伟夫妇打算继续往北走 寻找干活的地方 有的时候就跟下乡推销产品 就跟下乡推销产品 就在拉着满地走是吧 选不着活 就是这样 你多的时候你去了 你就是下乡转的 谁看到你 看着你就这样 收麦子的时候 机器走过的地方都会扬起很大的灰尘 没有什么防护措施 李伟的脸上鼻孔耳朵里全是黑的 刚一天活磕灶 土磅土磅 磅都是黑的 全黑的 您做这一行对身体的这个防护 每天吸那么多的粉尘 您是怎么想的啊 没想过这 干活的时候 李伟需要在收割机上面站着操作 这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 一个月下来 让他感到十分的疲惫 虽说下雨会耽误干活 但他心里还是希望能下长雨 这样就有理由歇一歇了 下雨你都休息不了 昨天晚上一点钟睡了 五点钟 四个小时抽筋抽三次 李伟夫妻俩今年都是47岁 儿子在外面做生意赔了钱 女儿在外面上大学 每年也需要很大的花费 一家人的生活重担 几乎都压在了夫妻俩的身上 他们没办法停下来 现在就是这样了 没办法 儿子在那个 还有孙女儿 媳妇 女儿上大二 上大学 他一年 一年生活费 带学费 两万多 三万 离伟做卖课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 每年从南到北 有六个月的时间在外面 前几年 一年的净收入七八万元钱 但是现在生意却越来越不好做 生意好的话 挣三千万元 这三千万元要八百万元有价 要去掉一千万元费用 一千万元不够 车子再旧 机器模型 车多 你不干 他干 本来一向 以前的人倒了 一向我港的手在一块 倒了 以前的话 最低的是一百万元 一向的六十万元 你都要干 你不干 别的车子 他们要干 家伙站 几乎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是吧 性能大 不光是车子多了 竞争还来自于收割机的型号上 这台大型的联合收割机 是来自于山东资博卖客的 父亲王春法 带着女儿女婿一家三口 在外做这行 也已经很多年了 没晓得现在 到这地方吧 小雨晓得 每日一起说 现在是为生意好 两天一夜没需要了 都行政 现在不需要都没行政 今天 李伟干活的地方是汝南县金铺镇 由于王春法的大型联合收割机 也开到了这里 竞争中 李伟的小型收割机 明显摆下阵来 你一来都看 你没跟着高百度的活都挣着呢 你现在都没钱 你啥子不给人家 他就不给你钱 不是不给你 你别能多吃 你别能吃几个药 你还得跑到那边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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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 今天晚上 因为大型收割机收得比较快 结杆粉碎的也比较好 很多村民都是排着队等着大型收割机来收 更为关键的是 大型收割机的药价 才每亩地50元钱 为了能兼收水稻 李伟买了这样的小型收割机 成本比大型收割机更贵 也更费油 为了能抢到生意 李伟也只能随行就市 今天 李伟收麦子的价钱 又比头天低了10元钱 这价钱怎么定啊 就是老板上定了 他们原来出什么价 我们收什么价 不是说 我们要什么价 他给这价 就是来到这块 就是附近的地块 都是什么价钱 就只能跟着行情走 对 就是这样 他们收什么价 我们可能收什么价 现在我们这个汽车里 只能是带牢分的 外交他们收不到的 我们收到小的 他们收大 吃饭 除了身体的劳累 吃不好饭 睡不好觉 来自于同行的竞争压力 也在这场卖收的战场上 无处不在 但是 说起自己在外面走南闯北 做卖客的生活 李伟最在意的 还是身在异乡的孤独和无助 没有人帮你听你说话 你本来你在每天都在外面 不是在家乡 都是在外面 有的地方还都喜欢你在外乡 他看你外面来 不会刁难你 你压我的地了 你压我的这了 压我的那了 刁难你 像你要钱 最大感觉就是 遇到什么困难了 有一种无助的感觉 又是一天过去了 李伟夫妻俩一整天都没有吃饭 李伟还是每天干完活 打电话 联系着第二天干活的地方 八年来 李伟和孙爱卿相互扶持 用自己的双手勤劳努力地工作着 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越过越好 他们更希望自己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竞争很激烈 明天该去哪里 他们还不知道 身体很疲惫 还能再做多久的麦克 他们也不知道 但为了生存 李伟和孙爱卿一直在忙碌着 隐忍着 坚持着 他们希望明天会更好 李伟夫妇也许并不是麦克当中最典型的 但是他们的工作生活 却是每一个麦克的生动写照 既要承受高强度的劳动 又要忍耐着脏兮兮的工作环境 吃不好 睡不好 一年的收入 还要看老天爷给不给面子 有时候还要在陌生的环境和各色人等展开周旋 现在柴油 涨价 竞争家具 更是加大了他们赚钱的难度 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而对麦克们来说 春就是抢收 就是时间 我们也希望当地的农机部门 能够为这个群体充当指导和靠山的角色 让他们在时间的赛跑当中 多收获一些惊喜 少承受一些实意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